竟然出现巨型巨人 地形是超大型巨人的两倍 大到只能在地上爬行 用脸处着地形走 人类城市又将面临场浩劫 近击的巨人艾伦该如何反击呢 这个男人死到临头居然还想政变 他被国王判处死刑 就在被带走这一刻 突然有士兵闯了进来 众人大惊失色 士兵赶紧汇报战况 海巨和超大巨突然现身 卡拉涅斯区已经沦陷 苏安难民正涌入中央王都 高层下的瑟瑟发抖 军队司令下令 机械军队 保护难民撤到中央王都 然而意外的是 高层既然禁止难民后撤 士兵顿时哗然 啥意思 中央要对苏安难民见死不咎吗 高层瞬间暴怒 那些低贱的人不值一提 确保中央王都的统治权 才是你们这些士兵该做的 士兵停后生气了 这是什么狗屁理论 我们拒绝执行 高层欺诈了 紧接着军队总司令 轻拽精锐赶来 解释战宝是假的 这么做 就是要让众人明白 中央王都根本不可靠 与此同时 效忠于中央的先兵团 已被成功压制 高层这下慌了 大哥 咱们伤了下情报 结果 遭到男人断然拒绝 至于你们 就自求多腐败 高层彻底破防 一脚踢行了伪王 吓得伪王以为 食堂开饭了 高层全被一网打尽 男人政变计划 大获成功 爱尔文政变成功的消息 很快登上了报纸 韩吉赶忙告诉利维尔 众人反复去月 这下形势大扭转 众人奔赴罗德领域 明舅艾伦和西斯特利亚 韩吉提起见大事 五年前 玛利亚强被破坏那天 罗德的妻子和五个孩子 惨遭盗贼杀害 家族的礼拜堂也被烧毁 然而没过多久 罗德就将礼拜堂总监 韩吉判断 盗贼之谎言 真相必定和巨人有关 巨人之力可以传承 只要继承者变成巨人 吃掉巨人之力的拥有者即可 罗德抓走艾伦和西斯特利亚 肯定就是这个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 艾伦是怎么拥有近居的巨人的 此刻 艾伦被囚禁在未知的场所 等他睁眼醒来 马上就禁住了 就见他被铁帘拴住 固定在高台上 前面有个女孩 竟然是西斯特利亚 艾伦突然感觉到 这个场所很熟悉 这时罗德将西斯特利亚带上高台 两人将手放在艾伦的背上 瞬间艾伦的记忆力被激活 他竟然看到罗德一家人 黑发女孩姚坡手掌 居然也能变成巨人 自己好像抓着罗德的孩子 礼拜堂正在燃烧 紧接着出现了注射剂和小艾伦 下一秒 小艾伦跪倒在地 竟然变成了小巨人 然后就扑向了神秘人 而这个神秘人 居然是艾伦的父亲 艾伦愣住了 他难以相信 这是真的 西斯特利亚也激活了记忆 他小的时候 有个黑发女孩陪伴着他 而他呢 对此竟然毫无印象 罗德解释 这个黑发女孩 是你同富异谋的姐姐 叫弗丽达 你之所以记不起来 是因为他消除了这段记忆 这种能力 原始于十足巨人 原来弗丽达掌握着十足巨人 但他并未完全驾驭 所以才被艾伦的父亲 格丽莎 残忍杀后都赌了力量 格丽莎将罗德一家团灭 为有罗德侥幸逃生 至震惊 他想不到 艾伦的父亲竟然这般残暴 罗德告诉西斯特利亚 弗丽达还活着 你想见他吗 西斯特利亚顿时激动起来 罗德面露阴狠 重爆里去除一管药芥 艾伦马上认了出来 这是可以巨化的药芥 立刻拼命挣扎 试图阻止罗德 可惜他被封住了嘴 根本讲出一个字 只能眼睁睁看着 此刻 丽威尔等人 已经赶到礼拜堂 并找到地宫的入口 凯尼早已不知好防线 就等利威尔来送人头 就在这时 地门被蹬开 火药桶接连滚落 利威尔再头冲锋 沙下发射火箭 点燃火药桶 一声爆炸 遍体都是烟雾 敌人的视野完全被遮挡 趁此机会 利威尔来了圈火力侦察 敌人共有35人 双方正式开战 仗转出烟雾 举起钢灯 一击重战 迎来开门红 柯尼空中毒血 一击必杀 结果落出破绽 被敌人逮住了 紧急关头 迎剑起来 正中敌人心脏 敌人跌入烟雾下线 旧剑杀下额二敏 不得远程之言 三绿这杯呢 已经杀疯了 一招还斩绝杀 剑人就开 什么烟雾 根本就不需要 寒吉又倒霉了 敌人一发揽身突射 正中寒吉肩膀 寒吉坠落倒地 看这片血量 有点严重啊 众人都吓坏了 这才拿到哪 寒吉你可别挂了 离人迅速后撤 成功撤回地宫的深处 不知下阻鸽网 双方火拼的动静 已经传到地宫深处 罗德催促西斯特利亚 快点行动 艾伦特性的无言 西斯特利亚很是好奇 然而罗德却谎称 艾伦是在忏悔 罗德解释 十足军人之力 就在艾伦的体内 他没有王族血脉 所以无法发挥这股力量 只要西斯特利亚吞下艾伦 就能成为神明 这也是凯尼现身 他愤怒地揪住罗德 要将他抱头 凯尼一直想夺取巨人之力 体验最强王者是啥感觉 结果绑困了大半天 才知道 普通人根本无法发挥 十足巨人之力 凯尼告解西斯特利亚 你所谓的父亲 只在利用你 他不想变巨人 就哄骗弟弟和女儿 去承担罪恶 现在又来哄骗你 你咋啥也信呢 西斯特利亚呆住了 然而罗德正在狡辩 不要相信别人 见状凯尼顿感无趣 简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凯尼直接走人 罗德逼迫西斯特利亚 快点行动 西斯特利亚被吓坏了 紧握住住射器 颤抖个不停 就在此刻 他想到一个重要问题 为什么一百年间 维斯甲族不反抗巨人呢 罗德无奈 道出了真相 初代王 创造版墙内的世界后 便立下了不战之约 只顾守在墙内 各局外界的所有联系 只要后代继承十足巨人 就会受到不战之约的影响 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里 罗德扎住西斯特利亚的手 让大快点出着要解 突然之间 西斯特利亚想起了尤米尔 尤米尔曾希望他 按照自的意愿活下劝 西斯特利亚瞬间决醒 甩手就将要解 摔在地上 罗德直接暴怒 竟然要准了西斯特利亚 西斯特利亚一击过圈摔 将罗德砸在地上 他拎起小包 果断拒救艾伦 抛住钥匙 就给艾伦开锁 而罗德 竟然上去田药界 眨眼间 他就变身巨人 故家简直达到了一火 整个地宫都放不下 西斯特利亚直接被掀飞 要不是三里即使赶到 就得撞墙领盒饭 同伴们相继赶到 急忙拿钥匙解锁链 你们为啥不用刀皮呢 罗德体型越来越大 一共已经撑不住了 光是蹲着 就会因为天面地 大家匆忙救下艾伦 赶紧拖到后面 众人靠墙一次排开 身边已无任何退路 艾伦痛哭自责 我真没用 每次都连累大家 为几时刻 艾伦注意到盔甲要剑 他咬紧牙 打起来就往前奔 直接放进嘴里咬碎 轻刻间 艾伦变身为禁机的巨人 他以自己为中心 竟然使出了硬质化的能力 接近指甲迅速生气 众人都看懵了 这又是啥情况 兵长反应最快 赶紧躲到艾伦身后 一共就崩塌了 敌人被压倒一大片 艾伦有结晶支架固体 根本没啥事 艾伦和同伴 按照利维尔的命令 将寒吉先行带出地宫 前脚刚逃出卷 后脚里摆躺着他了 随即 罗德军闪亮登场 浑身冒着滚烫正气 身躯有百米长 只能挪动四肢 白脸扑腹前行 艾伦正好赶来 看到这一幕都懵了 至少是超大型军的两倍大 艾伦成功释出硬质化 救下所有同伴 利维尔很高兴 看来有机会修复玛利亚城墙了 然后就花风一转 众人心灵默念 我也是这么想的 众人逃离地宫 地面呢 已经被完全破坏殆尽 罗德军还在满脸前进 体温高达上千度 树木瞬间就被点燃 士兵只能保持距离监视 调查兵团 成功找到艾伦等人 利维尔讲清楚战况后 戴尔文判断 罗德军行进下去 肯定会撞上阿尔福德区 众人抵达阿尔福德区 利维尔向西斯特利亚传递命令 这场战斗结束后 米江继承王位 成为女王 众人无比惊讶 这就成女王了 但西斯特利亚有过条件 准许她参加战斗 亲手终结过去 作战厅内 西斯特利亚走进来 全场势集大阵 毕竟是与将来的女王并肩作战 三里还不忘教唆西斯特利亚 当你当场女王 就能揍那个小矮子了 利维尔只感觉后听发凉 埃尔文进行作战部署 根据士兵报告 罗德巨人已经逼近20公里外 大概零零时分 就会抵达城墙 住宅并常关心 居民避难何时进行 没料到埃尔文竟然表示 不需要进行避难 就在城外 解决掉罗德巨人 他们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本名叫竞技的巨人 第三集的第五到第八集 本期问题 大家预测一下 罗德巨人会被秒杀吗 还是会打得很费劲呢 觉得秒杀的扣3个1 觉得会费劲的扣3个2 大家发到评论区哦 这期呢 埃伦成了英雄 又救了大家 硬直化身体的能力 太酷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伯乐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